台湾岛内的针对于统独的这个所谓的争论 历史上有 它已经成为历史了 从这个政党更替以后 尤其是青年一代 崇尚政治的这些 热血青年 他们把台湾的所谓独立 独立建国 当作是一种当年日本 脱亚入欧的 这么一个潮流来膜拜 随着大陆迁台的 这一部分 老去的政治家 逐渐的谢氏 出生于大陆 这么一批当年的骨干 也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或者边缘化 现在正在历史舞台上 做着表演的这些政治家 辩论家 实证的这个评宿人 一直到街头的青年 他其实已经没有分歧 在台湾独立的问题上 分歧并不大 说这个统独问题 其实随便你怎么说 他几乎都只能在固执堆里找一些东西 因为现在要求 与大陆统一的这个呼声 几乎已经绝技了 只要你想参选 只要你想获得政党的执政权 或者说有一些甚至竞选议员的 我们不排除极个别的 要标新利益 获取一些支持 甚至是不管来自哪一方的支持 那么有极个别的人 也在羞答答的谈着统一 但其实在台湾当地 他已经不是主流的呼声 造成这个原因呢 有好几种 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 是一个对照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 台湾自从这个 张洁诗政府签台 他其实有两大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 三七五简租 解决三龙问题 保护了私有制 甚至他后期在蒋经国时期 开创了一个四小龙时代 他赶上了经济腾飞的这班车 那么打好了基础以后 他还有一个是人文方面 经济方面 它是属于那种 保全私有制 加入到这个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另外还有一个基础是人文上 蒋介石政府提出了 重建儒家文化的这么一套主张 现在有一些激进的青年 当然也有个别笑料都在提 全盘西化 要求孩子们学英文 连中文都要摒弃掉 当然这个可能性不大 有这么一种说法 但是可能性不大 我们知道中文的这个 得以保全的比较完整的 是在台湾 日本保留了 是这个阶层 韩国保留了一些 祭祀的文化 从整体上来看 台湾对中华文化的这个传承 目前是做得最好的 我记得蒋介石年轻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大意识 这个东西记不清 大意识 中共一旦获得中国的领导权 他们将会断绝中华文化的道团 这句话后来的争议很大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点 相对于大陆现在的 道德底线被摧毁 不断的摧毁 乃至于我们的底线 就是没有底线 这种 这种品述都已经不是笑话了 那么他有一个对比 生活在台湾的这些居民 他心里是没有底的 他们感觉到自己很冤 尤其是青年一代 他们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富足的这么一个环境中 而且我们跟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保持的关系都相当好 我们可以愉快地生活 尽情地玩耍 我们为什么要合并入一个专制的体制呢 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这种思想上的问题 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它不是说政治家可以改换一个门面 照样获得自己的利益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老百姓主要是日常的生活 他们需要让自己有一个平静的 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来的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他们明知道前面是一个陷阱 或者说你让他从康罗尼再跳回 米罗里再跳回康罗尼 没有人愿意 这种抵触心理 现在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主流 我们看到一些政论节目 一些报刊有一些杂志 他们在某一些特定的时间 选举啊 总统选举啊 或者议员啊 立法会啊 这种选举期间 不断地会冒出来一些争论 但是这种争论 大多数都是提问题 就是说共产党什么会什么时候会打过来 台湾能坚持多少天 我们能不能坚持到美军介入 说良心话 到2017年 上百年 台湾的精英们 你不管他嘴上说的什么 哪怕他再高喊的 共产党你来打 共军你过来 我们不怕你 我们要流血牺牲 我们要捍卫独立 我们要捍卫自己的自由 我们要捍卫人权 说这些高调的人 大多数都有绿卡 个别的 甚至都是美国公民 那我就想搞清楚一点 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 说这些话 不仅需要收视率 它也需要自我催眠 因为他们心里是很清楚 概率 从概率上来看 美军介入的可能性 几乎没有 尤其是在台湾主动提出公投 主动要求独立的情况下 这是国际社会 给他画的一条线 所以即便是 现在当政的空心菜这个政府 他也没有提出 全民公投的这么一种主张 共军要是真想打 真打过来 几乎也就是两个星期的事 放时间长一点 也就是一个月 14亿人 或者说13亿人 打两千万人 这种对立 它其实是不对的 你光有口号 没有实力 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们排除一些 比较偏执的 主流的这些精英 他心里非常清楚 即便之前 蒋介石政府 严家新政府 一直到后面的 蒋经国 李登辉政府 你即便是一党专制 他们也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概念 就是反攻大陆 他只能说一说 他嘴上叫做统一 其实他在非常精心的 打理着脚下的这块土地 你到了民进党上台以后 他执行的 其实也是黄信介的 这么一个提法 叫做反攻大陆 只能说 不能做 台湾独立 只能做 不能说 就这种观念 他始终没有改过 他的主流就是这个 陈水扁政府 蔡英文政府 其实都在秉承的这个宗旨 你不管他嘴上说的有多好 他说了很多过头话 你不用去听 这个理论 他没有变过 从民进党开始有 他前期对抗的是 国民党这种戒严 这种一党专制 后期他为了获取选票 他提出了很多过激的主张 当然他也曾经失败过 所以你看到这个 马云九时期 连国民党自己 都不会提什么统一 独立 这些问题 他在设置 一道一道的防线 用语言 去组织一个 泥巴 来隔绝这个问题 别说独立 他们连事实上的阻碍 两岸的经济交流 都没有敢做 相比中共这一边 利用劳动法的推行 摒弃了很大一部分 从中共开始搞改革开放之初 就进入了一些 劳动密集型产业 是他有恃无恐吗 并不是这样 因为他不是针对台少 台湾有很多人 把自己看得很高贵 看得很大 觉得自己继承了中华文化 又全盘接收了西洋的文化 即便是一个山明出身 他也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这种高贵感 我不知道这种幻觉 是怎么带来的 但是在华人社区 针对台湾人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外号 叫台霸子 我相信每一个台湾人 都听过 只要你还和外界接触 和外部社会不脱节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 小岛国大事业 这是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说的 其实它就是一种意义 你说你有多强大 你说你的军队 你说你的武器 随便你说什么 你可以说 但是没有用 为什么呢 这两支军队 它都没有自己的理想 我们知道国军 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尊严 保全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 最起码你这个建军终止 是不会变的 你可以不去为蓝营战队 但是你不可能说 你不会去保卫国家 你服兵役的原因 是因为你热爱自己的国家 当然了 既然有这种兵役法 你想不服兵役也不可能 是吧 但是你不要忘了 自从台湾独立成为主流的呼声以后 士兵根本就不知道为谁而战 是为了保卫中华民国 还是为了成立一个新台湾 没有人知道 军类的这种思想上的问题 包括 陈水扁政府 蔡英文政府 处置了一些国军的将领 以一些很牵强的原因 监禁 罚款 构陷一些 国军的国民党级将领 这种事件 也扰乱了军心 所以你说这支军队多能打仗 我觉得那是开玩笑的事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好就好在呢 共军这边也差不多 共军这边有两次大的波动 第一次出现在六四 六四以后 中高级军官 是会有一些思考的 他们觉得 现行政府 做出的一些举措 已经背离了人民 所以军内出现了一些杂音 跟着我们也看到了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军队也参与了经商 他们也得养活老牌了 你不管他是正当的挣钱 还是通过一些分润 他们毕竟参与到 经济大潮中去的 我们知道军队如果参与 经济活动 尤其是利用职权 像海军的走私 我们在民国之初 见到过很多例子 现在的海军 也在干着同样的事情 陆军就更不用说了 武警 边防 都在做着一些 走私的工作 一旦介入到商业活动中 军队就很难有 森严的这个等级 更不用说军人自己的信仰 最近一段时间呢 中共内部最主要的问题是军改 你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要走马列主义道路 现在你已经变成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权贵资本主义 你说大家都奔的钱 也无所谓 军人也不会例外 他只不过在当兵的时候 他没有身份证 他只有士兵证 是吧 但是他作为一个人 黑眼睛 黑眼督的盯着白银子 都会动心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处置了许多不太听话的 或者说他心里有一些猜忌的 这些高级将军 我们看到这几年有 至少有几十个将军 为我们表现出 各式各样的自杀方式 什么对着自己老门的 连开七枪的 是吧 这种难度系数二点零的 是吧 然后完了用筷子 就是插到鼻子里 把自己 捅个洞 捅到 老瓜子里面自杀的 然后表演这个高台跳水的 甚至全家这个 上吊了 排这队 相当多 高级将领 接连的出事 基层的士兵 虽然说 待遇受到了提高 拿到的薪水 多了 但是他们的家属 在整个社会中 还是属于那种底层 经常被迫害 你不管是强裁也好 还是一些 更为恶劣的社会事件也好 军人这个团体 尤其是基层的士兵 他不可能完全跳开 所以整个这支军队 你说他要多人战 也不现实 唯一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他激素很大 所以他真正要是 聚拢个几十万人 过来跟你打 台湾是根本无法抗拒的 我们不管 双方的军力对比 有多大的区别 有一点千万不要忘了 台湾内部的这种 统和之争 其实 都是在演戏 因为有一个正常思维的人 他都不会相信 台湾能够被独立出去 他非常寄希望的 几个国际组织 你包括联合国也好 这个美国也好 在2007年上半年之前 没有过明确的表态 真正的变化 是从2007年的下半年开始 我们都知道美国川普政府上台以后 跟蔡英文政府有过一些接触 这个接触呢 它不是因为中共的抗议而终止了 恰恰相反 美国重返亚洲的举措中 就有一部分是涉及到台湾的 我们目前看到的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军舰可以合法的 按照美国的法律 可以合法的停靠在台湾的码头上 第二 这个台湾旅行法马上也会被形成立法 那么这样 它就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 美国的军事力量 可以进驻到台湾 它所谓的停靠 可能不仅仅是一艘船 极有可能是一个航母编队 有很多东西一旦被突破 数量就是一个小问题 那么政府官员员可以合法的到访台湾 刚开始可能去几个参议员 下面会去谁呢 谁都不知道 一步一步的这种突破 是从2007年开始 逐渐浮出水面 美国的这次调整 给台湾内部的一些准备独立 预谋独立的力量 打了一级强行证 事态会怎么发展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知道一点 这种变化已经开始了 实打实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已经有半年了 所以叫嚣台湾独立 实现公投的这种呼声 最近又开始冒头了 凭良心说 他们确实挺冤的 对吧 想自己好好的过日子 但是呢 从法理上 他又没有办法 短期内实现独立 中共也不会做事 分裂国土的这么一个行为 从法理上被确认 从法理上被确认 所以这个博弈呢 他相当来 我相信每一个人 只要正视台海危机的 都能看得出来 台湾 台湾与大陆的这个统独问题 是不是能和平的统一 今后会不会走向战争阶段 取决于外部社会 而不取决于台湾岛内的这两千多万人 不是说你们不重要 而是你们在整个这个 当今的社会中 在这个地球村 你们远远没有你们想象中的 那么重要 即便你们都是精英 即便你们认为 你们都是可以大写的人 但是你毕竟 你是少数 你没有肌肉可以秀 你从军力 从武器装备 从所谓的明星 甚至政治经济 各个方面 你摊开来比 你都没有任何胜算 你只能想 你可以在书房里说 你也可以在电视台辩论 你甚至可以写文章 你抒发自己的情感 你觉得台湾很大 很美 可惜 你只是过客 解决台湾问题 并不是靠一两个人 它涉及到周边的许多国家 它是一个地区的热点 归根到底一句话 它是国共内战的一个产物 在特定的条件下 被保存下来的一块化石 你可以在那儿自娱自乐 你可以展示 你们的民主政治 但是真的想做什么 那就不仅仅是 台湾本土的政客 可以做决定的 明星很重要 但是你算一下百分比 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中 你们找不到任何一个 可以让自己自立的依据 能拿得上桌面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 如果有的话 美国人就不会表态 不允许两岸双方 任何一方 单独改变目前的现状 所以呢 维护现状 这是最稳妥的 一个应对的方法 你可以喊着统一 也可以喊着独立 你靠它吸引眼球 靠它吸引选票 靠它标新利益 获取政治上 经济上的这种利益 都是很正常的 有一些人为了表达 自己思想上的独立 我觉得也可以 这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 每个个体都可以独立的 发出自己内心的呼喊 但是想代替 这个地区 做出一个什么过激的决定 我相信 我相信任何一个主政者 都不会这样做 因为到了这个位置上 他们就会知道 怎么样维持稳定的发展 让人民能够祥和地 继续生活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任何一个政权 它要想维系下去 它就不可能让经济崩溃 即便是最腐败 最专制的国家 它也得先养活人 让大家都能安安生生地活着 然后它才能考虑 永久执政 长久地实现 他们的这个 政治报复的 这么一个舞台 否则的话 国家一乱 它就没得玩了 现在高呼着 独立口号的人 不全是 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 他们背后有什么 我们不要去猜 没必要 全民抓特务 起不到任何作用 我只能说一点 台湾整体的民意 是向往独立 但是台湾 执政的团队 没有人会冒冒失失地 去自己做这个决定 除非 有外部的支持 无论是联合国 还是美国 你说俄罗斯 英国支持 日本支持 那个东西可以忽略不计 不打上美国印记的支持 对台湾的政治家来说 那仅仅是一种支持 那不叫力量 玩政治的没有傻的 政治评论家 拿钱的时候 他会预设立场 他为了捍卫 他自己的经济利益 说一些大家爱听的话 哪怕是错的话 只要能吸引眼球 能让别人来关注他 让他更好地生活 至于他死后 能留下什么名声 不是每个人都重视 不是每个人都重视